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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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透過志工接地器具輕和力的演出 Yasui 那我們在局長的建議 SaaS 指導之下 希望我們不要漏了哪一個地區 所以在的平北、平中、平南 甚至於原住民地區的學校 我們都希望能借由這個宣導團去進入宣導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 接續港裡面我們來用一個少年卡卡的志工宣導 瓶颈少年队与少府会志工团合作推出的少年咔咔短剧 发响的理念是透过戏剧表演和学生们近距离互动 让学生深刻理解毒品和诈骗的危害 志工们来自社会各界 平均年龄61岁 热情投入宣导作业 迄今已入校办理大型宣导总计有8场次 师生服务人次达2400多人 原则上这是少府会 他们拿出了一个版本 然后我们再加进来的 然后原则上就是说 每个联营城都会有关都要过的 那每一个关要过的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你要怎么过你就怎么走 你要怎么突破 这个要自己及时广义自己去想 有的一种是像我们的卡卡团 他们都是有的人不是照着剧本出来的 他们认为说 我在实际上的工作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这样过关了 他就这样说 那就达到很好的效果 当我们表演完的时候 我们会到下去跟小朋友互动一下 然后小朋友就会跟我们讲说 哎呦你就像我们的阿嬷 又要演戏给我们看 那我就会问他说 刚才阿嬷演戏好吗 他就跟我说很精彩 我说你怎么听有 阿嬷是在跟你说三回 他说有啊 阿嬷你说的 我们都听得有 我们爸爸妈妈都给我们用门 看见孩子们愿意观赏短剧 从中获得预防犯罪知识 懂得保护自己 少年帝千岁团志工 觉得能参与这样有意义的教育工作 感到荣幸 评论县警察局长代台节 感谢志工们的付出与努力 为校园拓展了更多的安全教育 警局将持续与志工团队紧密合作 下半年将增加少年无照驾驶等议题 进行宣导 共同守护孩子的未来 上年队千岁团守护下一代 记者张如荫 刘建荣采访报道